大家好 大概在1月份的時候我講解過 現時在一些口岸上無論中國移動或中國聯通都有推出19元的電話卡計劃 當然是內地用的 而我在1月尾的時候都申請了這個中國聯通的電話卡 19元的月費計劃 純粹是給大家看一看申請過程 這條影片都很多人看了 但到了今時今日3月份的時候 之前我們都介紹過在金光華那邊 中國電訊就出招了 送出一個免費的電話卡 貧迴鄉證就可以直接領取 每個月有50GB的上網計劃 這裡要講清楚一點 它那50GB其實是20GB正常的上網 而30GB就是一個想指定的APP 譬如是抖音淘寶這些的上網流量 這個上集沒有講到所以今集補充這個資訊 另外還有一件事都想補充多少資訊 雖然很多人都會提及 憑回鄉證或出事回鄉證可以拿到免費電話卡 有觀眾就說應該要再清晰一點說明是登記回鄉證 在這裡也補充一下 其實是真的要給他們登記你的回鄉證 而事實上無論是免費又好 又或者是自費的一張電話卡 在內地都必須要登記回鄉證 才可以有一個電話號碼 包括香港現在都一樣 不過香港就是登記身份證的資訊 即使你是不經開羅湖口岸也好 你不去金光華 你在福田口岸那邊 只要坐地鐵去到領展中心城 在它的商場裡面一樣有一個位置 照樣可以給你登記你的回鄉證 就可以拿到這個同樣是中國電訊的電話卡 裡面是有100元面值的 每個月上網就50GB流量 而每個月會扣29元 我相信三月份都多了不少港人成為了中國電訊的用戶 我們剛剛在昨晚就有觀眾留言給我們 就說中國移動在皇庭廣場那邊 就出招了 在那邊就有一個免費派發中國移動的電話卡 我們也多謝這位觀眾通知 我們都說會研究一下 看看如果可以的話就上去現場那裏 拍攝一下然後出影片 但是有時候很多東西 你未必一定可以安排到在這一兩天上到去 所以有時候就純粹用一些之前的素材 就通知大家詳情就算了 但誰知道在我準備要製作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又收到一些觀眾 在我們自家兄弟這個社學玩樂群的Facebook裡面 提供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他就叫大家其實不要來了 因為今天的醜已經排了 原來星期一就只有64個醜而已 而最不好的地方就竟然要客戶 排了一個多兩個小時後才告訴你原來沒有醜 其實一早排隊的時候如果他們派發了醜號的話 我相信就不會那麼多人有不滿 也就是所謂一個節龍上的安排 如果你看到現場已經是百多人甚至二百人 但是你的醜只有64個 你看到已經不對勁了 倒不如早一點可能準備一些醜號給別人 後面那些就算你說今天拿不到 後面超出了醜號的人士 即使你說今天拿不到 人家也是站了一會而已 可以理解你這個有醜號或者有限額的安排 但你排完一輪才說沒有 氣是正常的 所以這次某程度上有少少公關災難 首先我們萬分感謝在Facebook在我們吃喝玩樂群留言 各位觀眾 如果不是你這樣留言 我們真的不會知道原來有醜號這個情況 直接出一條影片只是教大家如何去到皇庭廣場 這位觀眾就說已經向了中國移動反映了這個情況 希望中國移動收到相關的投訴之後能夠儘快處理到一個好點的安排 無論是增加每日的一個名額、醜號等等 又或者你真的有一個醜號、限額不要緊 但是你早一點派發了給別人 不用等別人排了整個小時之後才告訴別人拿不到 來到影片的尾段 我們就講一講相關中國移動 派發這個免費電話卡的一些詳情 雖然現時出現了 今天有人上去了就拿不到 兼排了很久的一個事件 希望中國移動能夠盡快改善和處理到 我也相信明天、後日、大後日等等的日子都是有人過去的 因為本身這個計劃是由3月25號到4月6號這個限期裡面可以免費去領取 而領取的地點就位處於皇庭廣場G層西廣場這一邊 它有一個卡帶在這裡 那你排隊去領取 如果領取到的 它裡面本身就免費贈送了200元的一個金額 每個月就會扣19元 理論上單單這張卡你就可以用到10個月 而當這張卡裡面的錢就已經用完了 或者差不多都用完了 你也可以考慮入錢進去 繼續延續這張卡 最後都告訴大家 假若是福田口岸那邊 又或者羅湖口岸這樣算 你怎樣可以過來這個皇庭廣場 福田口岸過來肯定是最近的 你只需要坐4號線 兩個站就已經可以去到回錢中心 如果羅湖口岸過來 那就遠一點 一共是7個站 不過不需要轉線就可以去到回展中心 如果你是連堂口岸過來 就真的要再遠一點 也需要轉線 你可以在大劇院那裡轉回1號線 又或者去到市民中心才轉回4號線都可以來到 當你到了回展中心之後 你就在地鐵選擇C出口 直接可以過來皇庭廣場 當然皇庭廣場很大 剛才提過就是在G層的西廣場位置 按回現時一些人士去了 拍照的相片看到其實都是露天的位置 如果在商場內未必找到怎樣去西廣場 就可以問問現場商場裡面的客服、保安人員等等 最後想說一聲 由於中國移動那裡是有一個醜的安排 即是有一個限額在 所以去到看看自己拿不拿到先 如果拿不到就立即轉過去回展中心城那邊 看看還有沒有得拿到中國電訊那張電話卡 當然如果你說不想搏 覺得中國移動那裡的醜號太少 未必拿到的 那你直接去到金光華那裡 那邊有足夠的免費電話卡 登記和派發的 那這裡也說一說他們的截止日期 金光華那邊是去到31號的 而這個黃庭廣場拿中國移動的電話卡是去到4月6號的 那一集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很感謝有觀眾在我們自家兄弟 吃喝玩樂群的Facebook裡面 通知我們這個那麼重要的資訊 那如果大家都想拿到一些關於 灣區或者深圳 最新的一些資訊情報 都可以上我們自家兄弟這個 吃喝玩樂的Facebook群裡面 那在本影片的下方 就有相關的連結你可以按進去的 今集的內容來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發表歡迎留言說說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有沒有試過想獲取樓盤資料 但是又不想這麼快聯絡銷售人員 又或者是擔心往後會有其他的電話促銷 自家兄弟貼心地了解到每一位客戶的需要 所以如果想直接索取樓盤的資料 可以上我們自家兄弟的官方網站 無需登記成為會員 又或者索取各下任何的個人資料 我們都可以讓你任意瀏覽自家兄弟網站上面 任何樓盤的資訊 包括不同城市各個地區 不同樓盤的資料 你都可以在我們網站上面 隨時看到最新的資訊 樓盤單位數目 固形圖 以及精美相片等等 應有盡有 假如你是想即場查詢 或者是報名我們的看樓安排 也可以在我們網站右上方按一下 就可以直接跟我們專人溝通的 你可以上網搜尋自家兄弟 又或者在我們影片下方 已經有我們網站的連結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鍵入去看看 我們以設期待你到訪 我們自家兄弟資訊豐富網站 搜尋你心碎的靚盤 大灣區自住投資哪裏好 找自家兄弟幫手 無論是市場熱話 熱賣靚盤 獨家折扣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 VIP 看樓安排 專車接送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